《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5月8号 是《建民论推墙》的2338期 那么这几天呢 习近平携带他的夫人彭丽媛访问欧洲 到欧洲呢 主要去三个国家 第一个国家呢 是当然是嘛 是西方主要的欧盟国家 去了法国跟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呢 举行了呢 多边会谈 那么这个会谈呢 作为中国跟欧洲 因为欧洲是中国很大的这个贸易伙伴嘛 除了美国之外 欧洲就是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共呢 是希望通过贸易呢 来拉拢欧洲 并且呢 是挑拨了一键 风化美国的 那么整个这个访问欧洲呢 习近平是分为什么叫三步骤 第一步先访问西方欧洲的传统的欧洲的 具有主导欧洲地位的 那么主要的这个国家就是法国啦 那么其次会什么去前共产主义国家塞尔维亚和匈牙利 那么这几步呢 习近平都不断地去暴露 他第一呢 是要挑拨欧洲跟美国的关系 第二步到塞尔维亚呢 是挑拨的嘛 是原来东欧的那些国家 传统的共产主义国家呢 跟欧盟的关系 至于到了匈牙利 直接是拉拢他嘛 跟俄罗斯站边啦 所以习近平他是有步骤的 开展他这次对欧洲的三个国家的访问 那么首先到达的这个法国呢 最终会谈主要是集中在两个重要问题上 一个呢 就是俄乌战争如何停火 第二个就是关于中国产能过程电动车如何处理倾销欧洲的问题 这是呢 欧盟跟中国讨论的最主要的两大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呢 习近平呢 他只回答了什么 他倡议巴黎奥运会期间呢 全球停火 那么这个全球停火就完全就是什么 就是政治正确的问题 因为傻瓜都知道 奥运期间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提议我们全球停火啊 至于火能不能真正停 那习近平就不管他的事了 他只是提议一下 把这个政治正确做的呢 很好看 因为谁也不会反对 习近平这个倡议的 那么至于俄乌战争什么时候能真正的停火 习近平就直接把话锋一转 说你们就问美国人啊 是他们支持了乌克兰啊 他们如果不支持乌克兰 火不就停了吗 也就是战争的最终的归本溯源 是美国人 不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而是美国支持了乌克兰 所以说乌克兰由于有美国人支持 就把这个仗一直打下去 就不停火 如果美国人撤掉他所有的战争支援 那这个火早就停了啊 这是习近平呢 他就把这个嘛 把这个战火再引到美国去 这是第一个问题 至于第二个问题 关于中国电动车对欧盟产能过程请销的问题 习近平是他懂他问西 人家问你如何解决你电动车产能过程 你对欧洲大量请销的问题 他不解释电动车我们到欧洲去 是因为我们的价格特别低 我们政府又给予补助 我们劳动力因为有什么低人权优势 我们基本上劳动力不算钱 所以我们的这个成本价格呢 特别低 因此在欧洲就冲击了你们欧洲市场 你们的电动车就发展不起来了 他不跟你谈这个问题 他话锋一转呢 你问东塔达西 他跟马克龙讲什么 我打算取消你们法国白兰地到中国征受关税的问题 我们不在白兰地这个问题上面 对你法国搞反请销调查 这下马克龙很高兴啊 至于中国能不能把电动车在欧洲这个请销 受到欧盟调查的事 马克龙呢 不跟他去谈了 因为这个事也不是马克龙一个人能决定 关键是 习近平答应了法国的白兰地 法国的葡萄酒到中国来 这就不挣关税了 也不搞反请销调查了 对法国的利益是绝对有利 那马克龙只要淘汰一点便宜嘛 马上就丑态百出啊 所以他马上在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就说 我感谢习近平主席对白兰地临时措施所持的开放态度 感谢他希望呢 不实施这些反请销调查的措施 让法国本国生产的各种产品呢 能够持续的进入中国市场 让法国的葡萄酒 法国的白兰地呢 让中国人民呢 喝得个晕晕糊糊糊 马克龙呢 他一旦呢 获得一点利益呢 他马上说啊 马上那副小人的那种姿态就出来了 习近平到法国访问是心满意足 因为嘛 把老婆告掉亮相了吧 让他老婆在法国 在欧盟大出风头呢 是习近平要达到的另外一个目的 而他在法国跟欧盟主席谈判也好 跟马克龙谈判也好 他毫无疑问来讲是挑拨离间欧洲跟美国的关系 所以欧洲马上就表示呢 我们不愿意看第三方人的脸上 我们也不会因为第三方人跟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跟中国的意识形态 我们呢 就跟中国呢 另眼相待 我们只发展我们欧洲跟中国的关系 所以你看这个话就是挑拨的意味 以及呢 撇清跟美国的关系呢 这个马克龙表达的呢 是一副小人的那个嘴脸啊 是暴露无遗 那么离开法国呢 习近平就去了嘛 去了塞尔维亚了啊 到塞尔维亚和到法国就不一样了 因为到达塞尔维亚就超过了法国的盛大欢迎仪式 塞尔维亚总统叫五七七夫妇啊 是亲自到机场迎接的 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因为塞尔维亚的前身就是兰斯拉夫啦 兰斯拉夫前独裁者叫铁托 是共产主义集团在欧洲仅次于苏联的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 那么几十年的这个共产主义思维的影响 红色基因在所有塞尔维亚人 在兰斯拉夫人他们心里面所沉淀的那种基因的结果 就导致嘛 就是共产主义国家他这种影响 他最喜欢就是搞盛大的欢迎仪式 搞这些迎来送往的盛大的仪式和场面 习近平到达塞尔维亚首都贝尔哥来着 他对比巴黎那种场面 他习近平心花怒放啊 因为对比巴黎没有红地毯 习近平踩在那个小石子路上 连走路的那个步子都迈不稳 眼看就要跌倒 而且是喘得出气 满脸浮动 步履蹒跚 就是习近平那副老太隆重的样子 在巴黎那是表露无异 而这次到塞尔维亚红地毯铺那么长 鲜花美女站在这个机场门口 习近平就过足了这个受欢迎的影啊 所以他一激动就开始语无伦次了 他马上在塞尔维亚机场就发表了他访问塞尔维亚的盛大讲话 讲话里面他不忘提到什么 说是25年前的今天 北约悍然轰炸了中国处蓝柠盟大使馆 其中我国记者邵云环、许信虎、朱英三个中国记者呢 都不信愚难了 所以他简直就是愚蠢到家了 他跑到人家贝尔哥来的 马上就发布什么 说是北约轰炸过蓝柠盟大使馆 要发动起中国小粉红 这种对所有这个美国北约曾经轰炸我们 这种辱华的这种愤怒啊 他就去挑动仇恨去了 他因为他挑动老百姓仇恨人家 北约仇恨人家美国就可以那么激起中国小粉红反美的热情了 那么人家为什么要炸你大使馆 你习近平既然讲的话 大部分如果有一点点头脑思考的人都要慰问美国人和北约吃饱了 好好要把你一个国家 就是你一个主权国家的大使馆要把你炸掉 为什么要炸你大使馆呢 这就跟川普当时宣布要撤掉什么 撤掉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一样 人家美国总统好好的要把你中国 驻美国的一个总领事馆 要把你撤掉干什么 那是因为什么 美国已经有绝对的证据证明 休斯顿总领事馆就是中国设在美国的总间谍馆 总间谍中心 由于他不断的去充当间谍的这个作用 所以川普总统认为这个间谍中心不能让他再保留打着大使馆的名义 实际上在美国从事的所有的这个间谍的工作 所以川普一路之下就把什么 就把休斯顿总领事馆直接给他撤掉了 那么南斯拉夫大使馆也是这样 美国或者北约为什么要好好地把你中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给你炸掉呢 那么炸掉你大使馆一定是有原因的 是因为当时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它秘密隐藏了中国军方攻击北约的军事雷达系统 那这套雷达系统对北约对美军已经构成了极大的军事威胁 怎么会允许你随随便利用驻外使馆的这个领地里面 然后去部署你的雷达系统 然后对美国进行攻击和监测呢 历史的真实情况可能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当时是嘛 是中共军方 它一直在悄悄发展各种先进的高空侦察隐形侦察技术 到了1999年的时候呢 当时中国空军他们自行研制的反隐形机的雷达系统呢 他们认为已经到了嘛 到了实战演练的地步了 所以他们就把它部署在嘛 部署在南斯拉夫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地下室里面 通过这个里面呢 使地地去侦察演练呢 北约尤其是北约空军 美国的这个机群 他们的这个训练和实战情况 来掌握什么 掌握北约 掌握美军所有的空中打击力量 最终就是达到什么 达到能够制约北约的这个目的嘛 也就是中共早就想所谓统一台湾了 它如果真正在台湾发生这种武统 美国强大的空中隐形轰炸机 隐形战斗机的打击力量 中共如果为了什么 为了能够控制或者是有能力去抵御美军的打击呢 它必须要实现什么 是掌握美军它这些隐形战斗机 或者隐形轰炸机 它所有的各种参数能够有效的防范的 所以他们就把这套系统呢 安装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地下室里面 通过设理呢不断地去侦测北约空军呢 他们的训练和演练活动 也就是在1999年的3月份 当时中国空军军方呢 秘密讲一个完整的反引擎机雷达系统呢 秘密安装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地下室里面 通过它来侦察北约的战机 主要是美国的高端引擎轰炸机 它作战训练的各种战况 那么这个战况它发生的这个转折性的变化是哪里呢 就是99年3月27号 一家唯一以上编号为AF-82-806的美国空军F-117隐形战斗机 在接触它自己一次战术训练之后 在返航的时候突然被南斯拉夫一枚地对空导弹把它完全揭露了 那么美国空军相当的震动啊 也就是他们这个隐形战斗机 它这个高空飞行是根本就没有人能觉察到的 怎么你南斯拉夫的空军你有这个本事就用地头给我们导弹 把我们这个飞机揭露呢 你是用什么方法坚持到的呢 而F-117隐形战机对于美国来讲是非常高端的 而且隐形性能是相当好的 可以讲除了美国空军之外 美国内大之外 谁有这个本事能争承到它呢 那么美国就顺腾摸瓜了 因为被击落的这个战机呢 它依然一直发出这个信号 因为美国这个战机上都有什么都有信号的啊 这个信号员一下就查到什么 查到居然这个信号 它是发自于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在它的地下室内 那怎么会美国被击落的这个战机拖到了中国南斯拉夫大使馆里面呢 原来是美国这个F-117隐形战斗轰炸机被击落以后啊 中国马上就跟蓝联盟提出要求 就是把这个被击落的F-117战机的部分设备和它的残害呢 交给中国由中国的军事专家来研究 那么中国和蓝联盟马上就达成协议了 因为你们击落这个战机是我们给你们的雷达政策信号 你是靠我们给的情报才把这个飞机打下来的啊 所以蓝联盟毫不犹豫豫 就把这个F-117的导航设备带有隐形涂料的表皮残害 发动机喷口赖高温的部件在秘密状态下就移交给了中国 那么就把它拖在什么拖在中国驻兰斯拉夫大使馆 它这个地下室里面 然后中国一下子马上就从国内派了十几名各种军事专家 赶到兰斯拉夫日夜在研究什么研究这项战机 研究这个战机上所有的技术 但是中共的军方专家也好 中共的这个情报系统也好 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个隐形战斗机 虽然已经被击成碎片了 都是残害了 但是实际上它还一直发送着信号 而这些信号从地下室里面发出呢 完全被美国军方完全掌握 那么美国军方就为了确保自己北约战机的安全 确保美国最先进的隐形战机的军事机密 不被中国的这些军事专家他们去盗取啊 而且也必须为了倾诉隐患 将中国军方隐藏在兰斯拉夫大使馆里面的 雷达系统把它彻底就摧毁 因此美国军方就制定了一个秘密的轰炸兰斯拉夫大使馆的计划 这个轰炸计划呢最后进五角大楼秘密研制 秘密准备最终报警国防部批准 报警美国总统批准 在1999年5月7号那天 美国直接从本土起飞了美军B-2轰炸机 飞抵于兰斯拉夫塞尔维亚中国驻兰斯拉夫大使馆 它这个叫英华鲁三号的大使馆里面 然后投掷了五枚精准的制导导弹 代号这个导弹代号叫JDIM 那么这五枚导弹呢 它其中第一枚炸弹在使馆东南角斜川大楼 并在大使馆一层墙角下爆炸 导致使馆的外交官宿舍被严重的炸毁 新华社记者叫邵云环是当场被炸死 第二枚炸弹呢是从大使馆的中央穿透楼顶 破坏位于三层的大使馆办公室和其中的卧室 位于二层的会议室和位于一层的大厅呢全部被炸毁 第三个炸弹是落在了使馆的西北角 将光明日报的记者叫许姓虎和他的妻子朱银 所住在的西北角的客房炸毁 这两个人呢是当场死亡 那第四个炸弹呢是钻进了地下室 并在俱乐部大厅爆炸地下室呢有五个煤气罐 以及车库内的各种战备储备汽油被炸弹引燃 也就是大火冲天 当时使馆里面呢大约有三十多个人 这些人在炸弹爆炸以后呢都纷纷呢是逃难 那么其中呢有二十多人受伤 那么最狠的是第五枚炸弹 这个第五枚炸弹呢是中国向南斯拉夫大使馆地下室 投掷的一枚穿甲燃烧弹 那么这个炸弹是穿越了整个大楼后 直接是炸中了地下室 它为什么炸那么准呢 因为是按照这个美军残害上的信号源 按照这个信号源去引导的 所以它只会是准确的命中信号源所在地 因此呢准确的炸毁了这个地下室 把隐藏在地下室里面 美军战机遗害和工军秘密雷达系统呢 彻底的摧毁了 所以军方很多知情人员 就在这次炸弹袭击中全部报销了 和来自中国大陆那十几名军事专家 基本上全死了 那么中共没办法跟人家讲 我们有那么多军事专家来研究美军的 这个已经被炸的轰炸机残害了 他们不敢承认他们把美军的残害 拖到自己地下室里面研究 所以说呢中国的军事专家和雷达知情人员 他们死了以后呢死了以后就是白死 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些人为什么死的 中共也不敢高调纪念他们 所以说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就是中方就认为 你美国轰炸了我们大使馆 而美国呢它因为是不能够完全公布真相的 因为如果公布真相会暴露很多军事机密 也不可能给中国空军做广告 承认自己最先进的F117隐形战机 是被中国的这个雷达系统能够发现 然后才被兰斯拉夫击落的 那么中国呢它也没办法去公布真相 因为会暴露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你凭什么把雷达系统藏在那个大使馆里面 你凭什么把人家这个飞机机毁以后 把人家残害拿来 然后让十几个军事专家去研究啊 所以中共根本就不能讲嘛 所以中共它自己首先是在大使馆里面秘密布置 这个雷达武器侦测系统就是对你北约一种不宣而战 这种情况下就你主动嘛 主动挑起战火的 因此来讲中美双方实际上大家都心知肚明 大家都知道对方在干什么 但是呢都不能对外呢公布真情 所以这件事呢只能是一旦讲起来 双方都恨得牙痒痒的 但是呢没有一个人呢敢揭露真相 所以呢这个习近平呢 这次一到塞尔维亚就露出了疗牙 他马上就讲 因为美国北约你曾经炸毁我们中国大使馆 这笔账我们都给你记着啊 那么他记得这笔账他想掀起小粉红反美的高潮 但实际上来讲的话 也就是大部分对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嘛 这是你中共主动挑事 你被人家炸死 炸伤那么多军事专家你活该 那么习近平他在法国已经把老婆高调亮相了 到塞尔维亚和逊阿利呢 因为都是传统的共产主义国家 他可以有更高潮的表现 把老婆高高的竖起啊 我已经在前几期节目里面谈过 习近平这次不断的把彭丽媛高调亮相 就是要显示彭丽媛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面 已经正式上位了 他这个地位绝不比当年江青 当年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身份低 也不比江青当年掌握的这个权势小 那么彭丽媛高调亮相实际上是习近平 他急需要他的夫人承担一个重大的这个责任 就是帮他去摆平党内他自己看哪个都是普利格金 要通过老婆去控制普利格金 去联合普利格金 让这些所有的普利格金全部按平不动 然后倒下了习近平 所以说呢他这次在巴黎高调老婆也好到塞尔亚和匈牙里也好 都会有什么有不断的去抬高老婆的所表现的那一部分方便 那么彭丽媛也是什么就是不负他丈夫对他的期待了 他这次在巴黎就以促进女孩和妇女教育特使的身份 访问了位于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并和该组织的这个总干事叫阿楚来展开了中共在推动女童和女性教育上的虚实 让全世界的华人都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讽刺啊 因为彭丽媛从来就没为中国的铁链女和其他中国大量的女性受害者发过一句声音 他从来就没关注过中国那些真正受伤害的中国女性 你当你是什么中国关爱女性的大使啊 而彭丽媛在外面呢他是高调宣称他自己是防艾滋病啊防结合病啊 关心中国妇女关心中国儿童的青山大使 在法国访问那天他还在法国第一夫人叫布尔吉特的陪同下参观了奥塞博物馆 彭丽媛寄予现场的学生希望他们在中法之间搭建桥梁传承中法友好 你看看那是来自中国大陆现在生活在法国这些孩子被共产党这些所有的洗脑教育所引导的 这些人看到彭丽媛那种眼光那种极切的表情也就是中国的奴才为什么一代一代层出不穷呢 这是因为他们所谓的父母都是什么都是接受奴性教育 又把这个奴性教育和奴性基因把它传承到下一代 彭丽媛高调亮相彭丽媛是有讲究的他这次到法国去亮相 他特意选择了嘛选择了一套奇异的服装 因为通过这个奇异的服装是更加能引人注目更加能引起国际评论啊 所以说彭丽媛自己呢在叙事待发之际一身诡异的作装呢引起了庞大的国际议论 他在会见马克隆夫妇时候他穿了一件白色的类似商服之类的服装 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中国文化里面白色套装往往是葬礼上匹马带笑的服装的这种感觉 彭丽媛穿着中国商服出席重要的国际社会场所 不知道外交部这帮礼宾官员他们究竟为了什么表现 还是彭丽媛故意要嘛要做出这种样子引起你们的关注 所以你看彭丽媛所穿的白色外套从多个角度看上去 他不仅像商服也很像日本和服啊 中国民间谁穿日本和服都属于犯罪的范畴啊 之前发生过多个就是中国女生因为穿着和服 然后最终被警察拉到派出所喝茶了 寻寻知识拘留了 之前大家还记不记得其中有苏州女孩因为穿着和服 最终被当地派出所以寻寻知识给她搞治安拘留的啊 所以包括很多普通中国人因为穿日本和服而被视为是辱华 依法受到整肃事件从来就不少见 而彭丽媛身为国家主席夫人出访法国就穿着类似于日本和服的这种服装 她出席国事访问难道不是故意吸引眼球引起别人惊讶和担忧吗 我不知道彭丽媛她回到中国后她会不会被鼠地拍出的警察传唤去喝茶 或不会因为她穿类似于日本和服的服装因为辱华而被治安拘留啊 还有很多网友认为不光是像商服像和服 很多人还认为她就是穿了一件大浴袍去啊 不少人都说她穿的就是一个嘛 就是这个澡堂子里面一个浴袍就到法国去访问了 你从她披着浴袍的两个袖子双手从这个袍内露出的照片就可以判断出 她穿的这道服装非常像家庭主妇刚刚从浴室里面出来的那种什么 那种家庭类的那种浴袍 竟猪者吃啊 这个猪是这个猪头的猪 吃是这个吃呆的吃 也就是不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成语 竟猪者吃 猪是那个表示颜色的撇胃猪 那么吃呢是那个表示红颜色的那个吃豆的吃 而是什么 而是老母猪的猪 吃呆的吃 竟猪者吃 她穿的不是睡袍 但甚是睡袍 她穿的这套衣服是不是为了表现方便习主席 她能够通上宽衣啊 习主席宽衣更方便啊 所以说呢 本来彭丽媛穿这套服装的目的啊 她是为了表现她母仪天下的 结果呢 东施孝平变成了嘛 变成了许与中心出来的一头老母猪啊 所以这套衣服我看呢 可以诠释习近平 她现在的这个执政理念啊 从她目前执政的环境 那就是什么 就是不苦不惊 不忠不仰 不伦不内 半死不活 而彭丽媛为什么要不断的去通过这种奇装衣服 显示自己鹤里鸡群呢 是因为什么彭丽媛现在她的这个地位不一样了啊 彭丽媛现在已经是中央军委专门考评中央高级将领的军委的专制委员啊 网上放的这张照片 经过网友不断的考证 现在已经明确 这张照片实际上是彭丽媛去年视察在武汉的海军工程大学 当时呢 是一个叫马明伟的少将陪同他呢 去展示整个他在考察中 对高级将领里面人才培养呢 彭丽媛呢 他可以呢 就是说指点江山了 彭丽媛为什么现在去变成了军队里面这个军委考察的专制委员呢 因为彭丽媛呢 他本来的这个职务呢 已经到年龄了 彭丽媛是1962年11月出生的 在这个之前呢 他担任过嘛 总政歌舞团团长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 那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呢 是属于政军级 可以受少将军选的 后来呢 是在2016年之后呢 军队院校整改院校合并 他的这个解放军艺术学院呢 合并到国防大学 成为国防大学军事艺术学院 他变成了军事艺术学院的博士生导师 以及军艺的院长 那么按照解放军军官复役条令规定 政军级复役的最高年龄是60岁 也就是到2022年11月 他本人这个少将政军级呢 已经退出了 复役年线了 已经到期了嘛 那么到期彭丽媛不愿意就是卸掉自己的军职啊 他仍然愿意在军队继续服役啊 那怎么办呢 而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成立于2016年 这个委员会所有的委员呢 都是中共军队的高级将领 高级到什么地步 至少是上将 全部是军委委员一级 那么这个考评委员会拥有考察提拔任免建议权 组成的人员实际上都是军委委员以上的 没有其他的将领可以呢 随着便便进入军委考评委员会的 那么这个考评委员会 现在就专门设立了唯一一个专制委员 就是给彭丽媛 那么享受呢复杂军区待遇 那么享受复杂军区待遇 按照什么 按照解放军年龄复议条例的话 彭丽媛就可以了嘛 可以任职到63岁 这是复杂区 如果给他再提升为上将 把这个专制委员 把他提升为政大军区去 他就可以复议到65岁 那彭丽媛62年生的65岁 他就可以干到2027年21大 如果21大他进入政治局 那完全就是什么 就是副国级 副国级就是七长八下这个年龄层次啦 因此来讲 从现在过渡到2027年21大 彭丽媛还有四年时间 这四年时间 他完全通过在军队里面 担任高级将领的考评的专制委员 首先把军队的军权 控制军队的高级将领 他把这个职务先把他承担上 然后呢 给他有这么用武的一大块田地 等到他在这块发挥好了以后 再很可能进入政治局 要么是嘛 是参加领导新制生产力 要么是嘛 是帮助中主部去把控中国 各个封疆大理省部级官员 他的选拔调配 你军队的高级将领可以选拔调配 那么地方的这些省部级的官员 不可以通过中主部 有什么中央专门的考评专制干部的委员会 他也可以去当个专制委员嘛 把这个权力抓到手 彭丽媛在政治舞台上崭新亮相以后 他很可能就在下一期 就是21大时候 他可以完全堂而皇之地进入政治局 甚至成为中办主任 成为习近平的左膀右臂 等到习近平他那个身体越来越差了 他根本就没办法在前台进行各种工作的时候 就让老婆来帮助他都涨江山 他自己只要垂帘听证就行了 他认为他只要活着喘着气 让老婆在前台帮助他去治理天下 所以习近平他的这个终身时 在他自己身体越来越差的时候 他已经考虑到自己已经退到二线去垂帘听证去 那前台一定要放最信的过的人 绝对不会背叛自己人 除了他老婆 他现在还能信任谁啊 所以说 独裁者都是这样 到了最后只信任自己家人 只认为自己家人 不会背叛自己 其他人看哪个都是出了一个精 因此呢 习近平这次出发欧洲三国 随着他从法国到塞尔维亚 再到匈牙利 他会不断地嘛 不断地塑造彭丽媛的政治历史地位 打造彭丽媛的影响 最终就是嘛 把夫人一步一步就扶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好 今天的节目呢 我就跟大家收到这里 谢谢大家